追一下 你先摸車比較快 讓我上車 讓我 讓我 追嫌犯女警跑得好累好累 趕緊請求民眾幫忙 因為前面追的可是批大色狼 你要跑去哪裡 你要跑去哪裡 先犯就是他22歲何姓男子 進夜場小學校園 意圖慶興 兩名女子當時坐在操場的司令台這邊聊天 沒有想到一名男子企圖靠近來 性侵其中一名女子大聲的喊叫求救 先犯才趕緊逃離現場 這個月10號晚間10點多 台北市一處小學內驚喘有女子 差點被性侵 當時這名男子一直靠近兩名女子 甚至對其中一個強行脫衣 另一名女子掙扎大叫還報警 引來民眾注意 嫌犯立刻落跑跳出圍籬 巡邏女警跑了現場進行追捕 從校園追到公園 跑到累了趕緊搭上熱心騎士機車 沿路猛追才將二輛逮捕 嫌犯說他一時控制不了 才會當下犯案 然後側門就是幾乎都在這邊 所以他們進出他們也不會知道 也沒有什麼管理 所以我們都在親自接受 因為其實還滿容易 校園開放時間結束之後 結束之前校園的保全 或做全校的巡視 確定居民都離開了 然後學校的門就會上鎖 事發現場是一處小學 假日時間開放 從早上五點到晚上九點半 但當時早過了開放時間 嫌犯還是闖入 現在校園內貼上公告 說抓到人並有嚇阻作用 要民眾注意自身安全 但實際來到現場 還是沒有看到警衛 這一次嫌犯趁校方漏洞時間 闖了進來意圖性侵 好在沒有得逞 只是也讓校園安全 再度備受關注 這些朋友在台北採訪